此时 骷髅头老师用诡异阴森的眼神盯着我说道 同学你得准靠针呢 拿出来扔了看看 我急忙地去摸口袋 我刚就把小美的准靠针放在这个口袋里怎么不见了 完了 小美的准靠针不在我身上 监考老师的眼神越来越兴奋 同学你得准靠针呢 同学你得准靠针呢 一道道的声音像催命符一样 在我脑袋回荡 我身上的汗毛溺了起来 只见她慢慢地靠近我 缓慢地抬起双手 准备要动手 我终于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张准靠针 颤抖着手地给她看 她死死地盯着准靠针 脸色瞬间变成猙獰和愤怒 将我的准靠针扔在地上 转身走了 我坐在地上浑身发软 幸好我自己的准靠针还在 不然就阿弥陀佛了 那小美的准靠针呢 该不会在小黄身上吧 可能在我们分开的时候 她偷走了准靠针 那她为什么要偷走小美的准靠针呢 我还天真的以为她跟自己一样 一波波刺骨的含义 顿时遍布全身 我捡起地上的纸条 请立即前往考场门口领取餐盒 现在的准考证是自己的 必须得遵守规则 不然就会嘎掉 现在已经过去五分钟了 我还剩十五分钟 我深吸了一口气 往档案室走去 我四处寻找小美的日记 在一个角落终于找到了 我打开日记 发现小美的同学竟然是小黄 他们把我堵在厕所里 对我进行辱骂 只因为我在班里成绩优异 招人喜欢 他们心生妒忌 就对我校园霸凌 还有一个人是最可恶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之后的内容 就全是对小黄的恨意 小黄 难道他就是让小美自杀的罪魁祸首 如果小黄死了 小美的怨气就会消散 我是不是就能从这诡异的世界里走出去了 为了找到小黄 我到处搜寻她的身影 当我踏进另一栋楼时 厕所的方向忽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只见她好像着了魔一样 身体僵硬地走进了厕所 是小黄 我放低脚步声走了过去 贴着门口站着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纸条 就见上面的字变了 保洁员都穿蓝色马甲 要是看到穿黄色马甲的 千万要避开 提示 一定要保持地面清洁 否则保洁员会生气 切记屏住呼吸 我悄悄地走进厕所